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近年在東歐國家力推一帶一路計劃 不過最近年番受到挫折 尤其是在捷克和羅馬尼亞 剛才羅馬尼亞政府宣布了 要廢除和中國建構核電站的協議 羅馬尼亞總理奧爾班說 不可能和中國繼續合作 至於經濟部長波佩師傅說到 羅馬尼亞政府絕對有能力單方面建設核電站的機組 到底為何他們可以暂時之間 擺脫和中國的合作關係 原來羅馬尼亞和美國簽署了 在和平使用核能領域展開合作的相關文件 換言之已經轉投到美國的懷抱 實情中國視羅馬尼亞的核電站 是一個標誌性的項目 因為中國想借助這個項目 順勢打入歐洲的核能市場 實情羅馬尼亞現在建的這兩個發電站機組 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在醞釀和規劃的階段 而在投標的過程當中 中國的公司都是非常順利的 本來就有十幾家來自歐洲和中國的公司入標 最後篩選正來自中國深圳的中廣核集團 照計應該輪到他做才對 現在羅馬尼亞政府就說要廢除和中國的合作 即是說自己搞 在中羅雙方的談判當中 中國就承諾可以為羅馬尼亞提供清潔的能源 並且為當地創造很多工作的職位 而中國官方對於這個總投資額 達到七十多億歐元的項目都非常重視 認為這個項目能夠為一帶一路計劃 以及為中國和東歐地區的合作 樹立典範 現在這個典範在東歐就樹立不了 可以留回去和中國最緊密的非洲 慢慢樹立得夠 其實羅馬尼亞要廢除和中國合作核電站 他無非都是在響應 北約和美國的號召 因為北約和美國一直都敦促東歐國家 必須要警惕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 羅馬尼亞作為北約和歐盟的成員國 在應對來自中俄的威脅的時候 他們擔當著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羅馬尼亞現屆政府 日益加強和美國之間的盟友關係 故此 這些由中國政府主導的項目 他們就決定退出合作 而且在羅馬尼亞最新的戰略計劃當中 就已經將俄羅斯列作了敵對國家 故此其實是緊跟美國和北約的路線 而且美國和羅馬尼亞之間 有著一個非常緊密和深厚的軍事合作關係 比如說在早幾年前 美國就已經在羅馬尼亞部署了 反彈道導彈的薩德系統 用來支援其他北約的成員國 而且目前美國還在羅馬尼亞是有駐軍的 故此 羅馬尼亞有這個決定 絕對是能夠理解的 另外在捷克方面又如何 人家參議院議長維特齊就決定要訪台 而在前日 捷克眾議院就討論了感謝台灣的議案 奈何在執政黨 以及社會民主黨 再加上捷克共產黨的 聯手反對下 這個議案是不獲通過的 因為捷克眾議院有200席 今天這個執政黨再加上捷共 一共佔據了108人 所以反對黨就算怎樣提出這個議案 都通過不了 至於訪台那位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他就是出身自反對黨 故此他才有這樣的吉士 現在捷克的執政黨 似乎比較傾向親華 這個議案被否決了 並不反映 當地民眾的主流意見 於是人家就決定在網上 另外搞一個聯署去感謝台灣 這個民間聯署就這樣寫 說在疫情期間 台灣對捷克的幫助 捷克人民是表示由衷的致謝 捷克政府拒絕正面感謝你們的好意 轉移向衍生一切問題的中國政府致敬 捷克人民對此深深感到羞恥 而在疫情期間 台灣可以 將原本用作自用 或者是出售的 呼吸儀器 無私地捐贈給歐盟和捷克 捷克人民深表感謝 希望有一天 捷克可以將這份恩情還給台灣 在此獻上衷心的祝福 願台灣一切安好 你看看別人是主動說 欠了你一個人情 就不需要像中國那樣 經常用自己的官方文宣說 滴水之恩湧傳以報 經常以官方的形式來提醒別人 我當時向你作出了這些恩情 你就欠了我一個人情 現在是當地人民寫給台灣 這些才是珍貴 就不是你整天在打羅打鼓 說自己對別人有恩情 有屁用嗎 根本上就是道德勒索 情感綁架 這些完全不是 台灣的蔡英文政府 或者那些網軍 去捷克那裏搞出來的 是別人自己寫的 那就無話可說 是不是 這些才是出自那個真心 你有沒有看到台灣外交部 台灣媒體 或者台灣那些網民 會不斷敲鑼打鼓 說自己對捷克付出了很多東西 是不需要這樣做 只需要是心領神回就足夠了 別人自然就會體會得到 現在捷克這個議長決定訪台 即是第二把交椅 為特齊 參議院的議長 這樣擺明人家就是 將核心價值置於第一位 所以 每一個國家的人民所追求的東西就不同 有些國家 他就是永遠追求金錢和利益 要將對華貿易的關係擺在第一位 當然在金錢和利益之上 還有一件事叫做核心價值和道德 現在捷克就將這些東西擺在第一位 故此中國就沒有他扶 因為中國往往就是搞這個所謂大撒幣的外交 就是以金錢和利益去打動其他國家 使得那些國家和中國友好 但是捷克寧願追求在精神層面的滿足 故此你沒辦法 他現在不追求物質層面 他追求精神層面 為什麼同樣是處於歐洲 東歐國家和西歐國家的取態有這麼大的分別 這個其實就是受到歷史的記憶所影響 就是歷史的記憶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決策 因為自從一戰之後 英國和法國如何出賣了東歐國家 以及 東歐國家又受到德國方面的侵略 然後在二戰打後 又受到共產主義的郵輪 在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最終才能夠在九一年打後 陸續取得獨立的地位 才能夠真真正正地重新當家作主 故此這些國家 其實在上個世紀一整個世紀 都是有著一個非常之慘痛的經歷 而這些經歷就深深地落印在每一個人的腦海當中 尤其是這群執政中的人基本上是從那個年代出身的 再之後 二三十年是怎樣就不清楚了 但是在起碼現在這一刻來講 喂 主政那群人仍然那個記憶是非常之濃厚的 故此這群人就不是可以純粹用到金錢或者利益去打動 所以這些國家是值得別人去尊敬的 好了又看看來自中國的消息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就宣佈了 說中國決定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所提出的 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還的倡議 決定了要向七十七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暫停債務償還 但是到底是哪七十七個國家 或者在這七十七個國家當中 究竟債務詳情是怎樣 就沒有再進一步公佈了 這件事很明顯是避免刺激大陸現在那群小粉紅 或者是大陸群眾的情緒 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下行那麼厲害的時候 當失業情況去到那麼嚴峻的時候 你中國政府竟然不向那些債仔 要求他們還錢 然後還要暫停他們的債務 那群人聽起來感覺都不舒服 是不是 如果他們有哪個人是欠銀行錢的 能不能夠不還債 當然不行 追到你天腳底也要還 所以 沒有詳情是提供得到的 但我相信這次也不會是假的 因為很多非洲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 早就已經哭了口地說 還不到債 麻煩你要暫緩減免的債務 講足幾個月 最後中國才有回應 故此這一局肯定是禮真的 一定是暫停了某些債務 當然那個金額是怎樣?外界從來都不知道 因為中國就不想被人知道 不喜歡被人知道 但是中國肯去暫停這些國家的債務 亦都反映得出 這些國家就真的非常之不行 石頭就炸不出血來 中國就寧願他 沒有錢就不要還錢了 留下這條數 免得一會整塊錢變了呆壞賬 這樣對於中國的經濟打擊就更加之嚴重 當然這些國家肯定就是會頭頭暴理 減免了他的債務 他們一定會在國際時務上 或者在國際組織上 就會更加之挺中國 因為他們唯一能夠回報得到中國的 就是這件事 故此如果在將來一段的日子 大家看到某些國家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這麼挺中國 尤其是那些 所謂發展中國家 或者是低度發展國家 很可能會受到 暫停債務的優惠影響 實際中國出到這一招 亦可以同時避免得到 這些國家去加入追責撒賠的行列 如果不肯去減免債務 一來這筆錢可能就變來壞賬 二來就反而推了這些國家 去對面的陣營 故此 中國其實也是 迫於無奈去做這個決定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